我 瞧瞧 秦桑 你怎么 你谁呀你 你怎么回来了 你谁呀 我谁 你管我是谁呢 你平平信他你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 我 你干什么呀 什么叫我干什么呀 你女孩 你就这么 让他占你便宜呀 什么叫占便宜呀 他亲你还不叫占你便宜吗 他是不是你男朋友吗 就这么亲你 你女的你得自中自爱嘛 来 你过来呀 我 你怎么知道 他不是我男朋友 你弄了什么关系啊 你说 你弄了什么 你说你弄了什么 你弄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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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 吃饭 不是你什么时候 多出一男朋友来呀 最近 最近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昨天 昨天 你别跟我这扯淡了啊 你瞧你们俩刚才那样 那是要接吻吗 那跟亲死好的似的 你说你也真行啊 在学校里就敢这么瞎胡闹 那小川也不管过你 不对啊 你不是要跟小川表白吗 你这都哪跟哪啊 小川哥有女朋友了 我看书呢 什么事 非把我叫下来当面说啊 我接 干吗呀 承问我女朋友电话 谢乔 女朋友 对啊 你开什么过去玩笑呢 不信你自己问他去 他自己承认呢 就是我们宿舍的千玺 你说接电话声音最好听 最有理不好的那个 小草 对啊 当然也不怪他 他也不知道我喜欢小川哥吗 而且本来 就 千玺就挺好的 又是我们搬搬花 那你 这小川哥那眼光不错 但是你要说我这难过我真是 确实有点难过 而且我也会嫉妒的 你 你 你不是知道我 就有点小心眼 我 又没辙呀 这就是爱情 不敢为爱复兴 但那些遥远 我就拿一个暗恋的中心 拯救奖吧 曾在祈祷问 灵魂 华夫都愁进来 暴雨却收回来 喧嚣 我也挺漂亮挺可爱 值得被喜欢对不对 对 那小川哥没被我表白是他的损失 对不对 对 那我该 对 不对 你不能这么说小川哥 好好好 我不对我不对我不对 行行行 你们都对对我不对 快快快 擦眼了擦眼了 跟花猫似的 鼻子都快流嘴里了吧 快擦擦擦 你 你怎么回来了 我 还不如因为你 你一个电话拽过来 你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以为你家里有事了呢 没有 喝断片了 全给忘了 那你就这么回来了 是啊 我本来去野营的 路上我就直接跳车了 我就背一班回来的 谢谢你啊 行了 谢谢瞧啊 谢谢 谢谢 刚才那创了到底是谁啊 我真想猜野他一顿 没谁 这是男朋友 什么呀 你甭管是不是 反正以后我不会打理他 站上吧 那你晚上去哪儿啊 父亲找个招待所吧 我偷跑回来这事 绝对不能让我爸他们知道 行 你就是人家穿穿吗 你说什么意思啊兄弟 咱俩认识吗 你这人家还敢回国 你是不是在外国待久啊 杨诚说你们俩谈恋爱了是吗 你别跟他瞎胡闹 你怎么回事啊 不是 别再送人家瞧瞧行不行 不是这都什么干什么呀他呀 你真不是他男朋友 你真不是他女朋友 不是 不是 那他说是你承认了的呀 那就话赶话就赶到那儿了 那你说我跟杨诚 爸干的都打不着 我们俩说的话加一块都没识据 那怎么可能呢 在他身上 只有想不到没有不可能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你真不容易啊 这个女神 放心吧 你们谢乔 在我这儿永远吃不了亏 但是你帮忙盯紧点 别让他被什么不三不四 人给拐跑了 你帮忙啊 劲儿还挺大 俏俏 不是秦宽没劈腿啊 你那谁怎么哭成那样了 我 疼 疼 就 那天 那天我那个戒指不是取不下来吗 我就怕 怕这手指都 坏死 然后被截肢 因为我从小就特别稀宁 真的 不许你问秦川 亏我还陪你喝这么多酒 你人也太 浅心眼了吧 先生疯了 得得 走吧 咱回屋吧 你 你俩先回去吧 我送一下秦川 行 那咱走吧 走吧 压手拿下 摟下呗 你走吧 回去睡吧 这都快熄灯了 再等会儿吧 等他妈睡了我再回去 你这是多迁徙呢 也不是 就是我还有点不太适应 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可是这事也不赖迁徙 就我自个儿跟着别扭 我是不是挺差劲的呀 其实这事就跟打一个戏似 好不容易攒了几条命 终于打到关底了 爆出一个特别牛的装备 可是谁没想到 让旁边那人给捡走 虽说 这事谁也赖不着吧 但是肯定 谁心里也不输去 但是游戏还得继续 说不定后面还有隐藏观看呢 里边有更棒的等着你 快上去睡吧 没人过来陪你 嗯 睡了吗 你是 嗯 杨虫 我那写的是一悲剧 一定要做好梁老师的服务工作 梁老师要是想看什么书 想吃什么你就全给办了 梁老师要是写累了 哎 喂 你干嘛啊 这么早你打电话 睡着呢 哼 你就甭跟我装了 我知道你已经回国了 嗯 我说你也够黑的 张嘴就一万 黑我发现这一辉可真够呛啊 怎么着一去趟上海 连江湖道也都不讲了 坐好不告诉你的 你也不想想 他是跟你是一头的呢 还是跟我是一头的 你肯别忘了 你姓秦 你说你是跟我一头的 还是跟他一头的 哎 这马上就都是一头的了 什么意思啊 你下周来趟上海吧 我跟一辉要结婚了 你 我 今天动手那男的谁啊 今天动手那男的谁啊 是我发小 他刚从外国回来 以为我被欺负了 对不起 可能是要我昨天晚上梦见你了吧 你梦见什么了 梦到这个 那算欺负吗 那算欺负吗 你不应该向我道个歉吗 玩笑开得太过了吧 难道你还是初吻 不要以为谁都像你一样随便 等会儿我回个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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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任思雨 你觉得我随便吗 你不随便 我随你便 等会儿 为了不随便 按你说的 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的男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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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 下班了 没有 你说他两只没事 不是 这发小宗人让关系也太贴了吧 杨诚能为你这样吗 哪个教室上课 找我 学乔 学乔 找你 请开 你们这客 没块儿饮量 真看不住 在嘴里面 我 找我干嘛 没看我女朋友 谁是你女朋友 不是你说的吗 你那个发小作丢 你那个发小作丢 换点风吧 不是 不是 李霞 我问你点 刚才那男的到底是谁呀 他怎么认识曹他呢 是我也拿了呢 王爷 他们俩关系怎么这么熟啊 那我问谁 这杨诚不是你胳膊吗 和我们家大小姐一样 才大气粗 也就是个小眼啊 我昨天要不那么说 这秦川呀 肯定会跟你没完的 你倒是让他再试试啊 我看他还能不能走出这动作 我这个人不爱跟人争 但要真争起来 我还没说过呢 是是是 就我们这种小老百姓 也招惹不起你们呀 对吧 所以你就别拿我开涮了 就当我那话开玩笑 行不行 你这个人这么随便啊 说过的话说不算也不算 我 你 你干吗呀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不知道呀 我还真不知道 我还真不知道 行 就算我是你女朋友 但现在大家分手了行吗 别再来找我了 哪个人做些事 都没有干扰 说得太多吗 我还不说